楼价长期高企,却没有下跌的基础。于是市场的调节方向就不能在赤架上。只能在 lump sum,总楼价,和面积上,于是纳米楼兴起。 不小发展商亦将新地盘的单位再设细一点。 成为近年传媒称为的纳米楼。本文讨论的纳米楼是只实用300呎以下。难以间到两个房的超小型单位。 如果纳米楼的用途是单身休皮一族居住的studio flat,是以大都会概念指供一个人在市区作居庭的话。我认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但是如果当了是一般成家立室的上车盘的话。我认为准买家就必须考虑清楚了。每一个单位都有一个家居应变能力的。 如果两夫妇去住纳米单位。他们的家居应变空间是低的。因为只要女主人一怀孕。他们便可能需要搬屋了。 怀孕面对的考验将和搬屋面对的考验一起出现。 但是如果买400呎以上的单位。就可以间到两个房了。可承受较大的变迁。请供人。甚至生两个同性的下一代。如果下一代是一子一女的话。可能到十多年后就要面对搬屋的考验了。 如果以上说的就是家居的应变能力的话。纳米单位的应变能力就接近零。两房单位就有十多年的应变能耐。但是一般的三房单位。 其实应变力是可以接近中身的。因为大部分家庭都可以住在三房单位而满足到两个新成员的加入。 在房屋政策的角度来说。纳米楼其实是私楼的中转房屋。令到房屋需求再负担多一个层次。更加将一些原本兴建两房单位的供应都被消耗。 令到两房单位的供应因为纳米楼的出现反而减少。而纳米楼为了保持到上车人士买得起的lump sum。 反而令到赤价昂贵。令楼价更巩固地向上。有很多在市区货增价实的超小型单位。 其实都是给予单身人士作为studio flat使用的。当中是包括大都会概念的。这类单位我是很欣赏的。我只是不认同用纳米楼当是一个取代成家立失的上车盘而议。 请不吝点赞。